长相思男团一年实际回顾,他们谁走远了? 长相思2上线了,虽然没有第一季的热度,但是话题度也是不少。 各种同况宣传热闹非凡,话题不断。 坦白地说,梁子的这部长相思并不是传统的大女主古装剧, 小妖并没有很强的动力推动剧情。 比如复仇啊,肩负责任和使命啊。 那观众到底在看什么呢? 答案很简单,看小妖的无奈,看男主们谁更爱她。 大多数不追求大女主搞事业的偶像剧, 其实都很依赖男性角色的魅力, 很多重要的男性角色甚至决定了一部剧的上线。 而长相思2真的是近几年来, 唯一一部男主们全都魅力十足的作品。 他们爱小妖的方式不同, 但一样深情,比起剖析小妖的反应, 观众更多偏爱在男主的表现中, 在戏之末节的点上寻找他们爱小妖的证据。 那毋庸置疑, 长相思1的热播让剧中的几位男演员全员声咖。 那一年过去了, 他们有什么变化呢? 他们拿到的商务资源和影视资源 与这一年的热度对等吗? 一部剧播出必然会带来人气的不平衡, 长相思也不例外。 那本期, 我们就来盘点一下吧。 第一位, 谭剑刺。 未来不敢说, 这一年谭剑刺的成绩绝对是极好的。 娱乐圈就是适合他这种说唱眼跳全面精进的六边形战士啊。 谭剑刺扮演了香柳, 可以说是剧中最为让人心痛的角色。 他忠诚, 情深义重, 温柔沉着的个性, 让他清楚地知道和小妖的爱情不会有结果。 因此他的爱是无私奉献的, 甚至愿意为了小妖的幸福将他推向别人。 谭剑刺真的做到了一个眼神, 就让观众感受到角色的情绪, 简直就是优秀。 相信很多小伙伴都知道香柳的结局壮烈, 所以, 若若问一句, 准备好纸巾了吗? 在去年聚播期间, 谭剑刺和邓维作为人气最高的两位主演, 纷纷涨粉近三百万, 可以说是吃到红利最多的两位艺人了。 但和邓维的平地崛起不同, 谭剑刺是更上一层楼, 他2010年就以MIC男团成员身份出道, 一直在圈里打酱油, 直到2022年才靠一部热播剧, 烈罪图剑成功翻红。 之后, 他的发展是头像好, 尤其去年, 长相思中向柳一角出圈后, 使谭剑刺人气迅速飙升, 流量跟着大涨, 商务资源开挂起飞, 一口气解锁多个新代言, 成为2023年新增代言最多的男艺人。 而且他能唱能跳, 年底就横扫各大晚会, 甚至还登上今年央视的春晚, 一时风头无二。 他和黄启山的向云端, 真得好好听, 他的那一段rap小文至今记忆犹新。 在长相思第一季后, 谭剑刺播出了和周也的电视剧, 很想很想你, 和张静怡的爱情电影, 被我弄丢的你。 那他合作的这两位女主, 也是挺有意思的, 从长相到资源, 真是多方位对比竞争啊。 但不少人认为, 谭剑刺在线偶剧中表现并不出彩, 身高原因常常导致苏感欠缺, 但抛开这一点, 我想应该没人否认他的演技吧。 那目前, 谭剑刺手中还有数部带播作品, 和王楚然主演的《爱情有烟火》, 和周依然主演的《四方馆》, 以及和李兰迪主演的《滤镜》, 以及前几天刚杀青的《烈罪图鉴2》, 有第一部的好口碑打底, 这次原班人马回归, 网友们预测《烈罪图鉴2》或许对他加成会更大。 音乐方面, 这一年, 他居然已经发行了两张专辑。 而就在近日, 谭剑刺又发文官宣, 即将巡演无常演唱会。 那从这一年的发展来看, 与前几年的爱豆型顶流们低调形式, 被迫专注一个领域不同, 谭剑刺却是大刀阔斧忙忙碌碌的, 电影电视剧综艺音乐多期发展, 一个不辣。 说他赶热度也好, 赚快钱也好, 回馈粉丝也好, 实现音乐梦想也好, 就像小文上期回顾的那些二十年前的当红偶像们, 谁都不能保证自己专注演戏, 就一定能长红不衰。 所以遵从自己的内心, 想演就演, 想跳就跳, 何尝不是一条道路。 第二位, 张婉毅, 苍玄。 其实, 苍玄是一个不太好把握的角色, 他有野心, 胸中, 也有对小妖的爱和战友, 他有不甘, 他有着一统天下的愿望, 但是更多的是他的隐忍。 饰演苍玄的张婉毅, 本身其实长得很正派, 这种正派感, 让他在觉醒年代中演绎了一位革命烈士, 他也凭借这样的角色大火出圈, 被更多的观众认识。 他长得太正, 不论是古相, 还是三庭五眼的比例, 又或者是他个人的气质都恰到好处, 但所谓越正确, 越禁忌, 张婉毅的一身正气, 反倒成了长相思中被得感滋生的土壤。 当这种反差感被挖掘, 张婉毅在竞技之恋这条赛道上的表现, 就越来越上头。 虽然张婉毅在长相思中是难医, 但是第一季播完后, 吸粉却不如谭剑刺和邓维, 但就是这样, 在剧播期间, 他也吸粉了二百万, 接到好几个商务代言, 这也是为什么像张婉毅这样的正剧小生, 也要来古偶赛道里奋一杯羹了。 在长相思一播出后的一年中, 他居然陆续播出了父辈的荣耀, 《非凡医者》, 我知道, 我爱你三部剧。 多年来的正剧积累和良好的演技口碑, 张婉毅在长相思后拿到的资源是极好的。 接下来, 他还有柳周记和景秀安宁代播, 看着两部剧的预告和故事梗概, 张婉毅这是要在贝德禁忌赛道上越走越远了呀。 然后还有一部和景田的四景正在拍摄中, 怎么说呢, 三部带播剧的造型有点连连看啊。 能否扩大流量, 进一部圈粉, 拿到更好的商务资源, 还得看这些剧的播出情况了。 第三位, 王红毅, 赤水风龙。 王红毅算是演艺圈的新人, 去年凭借赤水风龙才拥有了姓名。 剧中角色比较憨傻明朗, 扮相一般吧, 但年龄小, 少年感是最强的。 现代装是很帅气的男孩子, 笑容很治愈, 而且本人其实是带点精明像的, 古装还是封印了一点颜值。 王红毅在长相思后, 资源也是相当的好, 刚刚完结的金庸武侠世界中, 王红毅饰演的杨康, 其实和他本人的气质更加相符, 虽然各个版本的朱玉在前, 却也获得了观众的认可。 王红毅走的路呢, 几乎是当初所有代报小生们走的路, 一上来就是各种热门古偶的男二。 而且他现在被鹅厂买股了, 又是经纪公司的独苗, 手上资源挺多的。 他的带播剧很多, 李沁与曾顺希主演的七夜雪, 唐嫣与刘学义主演的念无双, 卢玉小与王子齐主演的榜上佳续, 成毅与李依童主演的狐妖小红娘王全篇, 王红毅都参与了演出, 据说他还将出演正午的《琥珀樱桃》, 照这样的资源下去, 未来应该很快就可以当上男一。 第四位,邓维,图山景。 在流量这个赛道里, 邓维可以说是天选偶像, 他脸型偏长, 线条流畅, 整张脸很窄, 五官的分布让他充满温柔无辜的清冷感。 在《长相思》很多镜头里, 邓维散发着一股境遇感, 加上清冷的目光, 让他掩暗时, 更有一种打破神性, 甘愿沉沦的真挚。 邓维最美最出圈的造型, 其实是在第一季夜十七登场时, 当镜头从虚辨识的那一刻, 一身粗衣麻布难掩风采, 自此内于男狐狸就属于他了。 而第二集剧情中, 小妖一次次地避开和排斥, 看着她无辜脆弱的眼神, 小妖的转身, 无论多么干脆, 观众都会心疼涂山景。 而除了形象的优势, 邓维的身材比例, 也是三位男主之中最吸睛的。 她身高183, 宽肩窄腰长腿, 这样的身高搭配女演员, 更容易有酥感, 也更容易展现角色的魅力。 人设方面, 早期风师朝南, 进入娱乐圈后, 又完全是一副境遇老干部, 还曾带起一股邓维穿搭风。 可以说, 无论哪一款都是时尚圈商务圈最受欢迎的存在, 而且自带红黑体质, 稍有风吹草动都会引爆热搜。 凭借长相思第一季, 单据涨粉290万, 虽然没有达到前几年肖战王鹤蒂等爆红艺人的量级, 但也是2023年从小透明飞升成功第一人了。 有这样的时尚度和话题度和热度, 我一度认为, 邓维将会是2023年星光最盛的新秀, 只要演技资源跟进, 很有成为顶流的前置。 但令人匪夷所思的是, 一年过去了, 相比较去年飞升的其他小生, 邓维得到的资源, 却与聚播时的热度有很大的偏差。 影视方面, 在这一年里, 张婉毅, 谭剑刺, 包括赤水风龙扮演者王红毅都有新剧播出, 唯独邓维没有。 当然这并不能说明什么, 与他之前没有剧集储备有关。 好在这一年, 他还拍了云秀行和仙台有数, 但准确地说, 只有仙台有数是长相思后拿到的新资源, 此剧在今年二月已杀青, 商务方面, 目前邓维上升五个代言, 质量上都数上成, 而且每次官宣, 粉丝们也是将声量和销量拉满, 也是实实在在的热度。 但相比较去年同一时期上周的小生们, 动辄十余个代言, 数量上又的确少了一些。 毕竟对于背后资本来说, 流量转化的标准就是商务资源啊。 而时尚杂志方面, 邓维的表现却是非常亮眼。 走红一年, 费加罗, 风度, 巴沙南市等杂志上了个遍, 并且数据和销量都非常好。 但综艺和舞台方面的活动却几乎为零。 不知道他的团队是有什么特殊的规划路线, 还是运营能力真有问题。 自从去年八月长相思爆火后, 除了寥寥无几的几个品牌站台外, 邓维也没什么公开活动, 去年年底的各大盛典也嫌少见到。 有网友会说, 他专注拍戏, 不走流量。 但大家要知道, 虽然邓维的粉丝年度大, 但相比起其他当红小生, 技术还是太小了, 没有持续的曝光度, 很难扩大粉圈和影响力, 从而影响进一步的影视资源, 对于一个刚火的明星来讲, 这种做法其实风险很大。 甚至我在想, 会不会是他的热搜体制, 让他的团队比较谨慎小心, 毕竟在资源竞争面前, 前两年爆火的顶流, 哪个没被搞过。 总之, 去年大好的热度曝光量却没跟上, 还是很可惜的。 但好在从长相思二的播出效果和反馈来看, 等为热度还在, 还是希望他的团队能调整一下策略, 积极营业吧。 好了, 小伙伴们, 今天的分享就又告一段落了。 那你最看好谁的发展呢? 评论区聊吧。 这里是文TOP10,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谁不散啊! 这里是个人员回见不散! 以后, 这里是什么 safe的。 多虚伙儿。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